冯娟疲惫地走上六楼 门口却坐着一个人 仔细一看 她吃惊地愣住了 十多年未见 面前这位头发花白 脸上布满皱纹 眼神无神的老人 竟然就是她的婆婆秦玉兰 一个她不愿再见到的人 秦玉兰用手支撑着膝盖 颤抖着站了起来 泪眼朦胧地看着冯娟 嘴唇颤抖着 艰难地说出几个字 娟儿 你回来了 夏日傍晚 炎热地让人窒息 冯娟的心里感到煎熬不堪 疼痛难忍 她默默地打开门 站在一旁 秦玉兰眼中闪过一丝光芒 迅速地走了进来 你找我有什么事 冯娟大口喝了口凉水 努力掩盖内心的焦躁 秦玉兰渐渐平复了初时的慌乱 坐在灰暗狭窄的沙发上 有些不自在地移动着身体 娟儿 我想搬来和你住 秦玉兰语气充满了亲切和求好意味 冯娟当场愣住了 十四年前 丈夫李芝去世后 婆家便对他们母子不闻不问 听说 婆婆将最后一套房产过户给小叔子李源 而三套房产全都在小叔子的名下 现在却要搬来挤她这四十多平米的连租房 这是什么情况 你不是有房子住吗 冯娟嘴角微微扬起 她想称呼她为妈 但实在说不出口 秦玉兰委屈地嚎啕大哭 边哭边骂 我现在才发现 茉莉简直就是一个恶毒的人 用各种手段让我把房子都给了他们 前些年我还能帮忙做些家务 现在老了 他们整天挑我的毛病 还赶我出来 娟儿啊 妈没地方可去了 求你收留我吧 茉莉 秦玉兰的小儿媳 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冯娟冷哼一声 愤怒地说道 李芝你的大孙子有面子吗 如果有 你大儿子会死吗 我们母子俩会过得这么惨吗 你还是去找你最疼爱的小儿子吧 哭声渐渐停了 秦玉兰仍在抽气 她万万没想到 这个原本温柔好说话的大儿媳 会拒绝自己 秦玉兰抬头 还想说 娟儿 别说了 你走吧 这片区域要拆迁 房子得收回 我也没地方 可去了 冯娟明知道秦玉兰的用意 及时打断了她 秦玉兰在门口待了那么久 难道没看到墙上的拆迁通知吗 秦玉兰一脸不信 冯娟打开门指向通知 告诉她 还有半个月 她就得搬离这里 这是她18年的家 秦玉兰呆若木鸡 颓废地弯着腰 一言不发地下了楼 冯娟的嘴唇动了动 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一个字 冯娟的学历不高 只是高中毕业 就在商场卖男装 她20岁那年 有位男客人来到店里 试了几件衬衣 觉得价格太贵 同事们嘲笑她 讽刺她 那男人感到非常尴尬 满脸通红 看着这一幕 冯娟心生怜悯 决定帮她解围 她选了一件价格适中的衬衫 给了她 这位男士就是李志 她对冯娟的帮助心存感激 索要了她的电话号码 之后 两人频繁交往 李志觉得冯娟善良可靠 而冯娟也觉得 李志踏实可靠 他们一起登山观日出 逛街购物 也一起品尝路边小吃 满满的都是恋爱的甜蜜 然而 李志总是不愿谈论家庭问题 每当涉及到这个话题 她总是避重就轻 或者找借口逃避 冯娟心急如焚 毕竟两人已经交往了快一年 她想去看看未来的婆家 但李志总是说没时间 终于有一天 冯娟和李志大吵了一架 她威胁说 如果她不能给个说法 他们就分手 李志感到害怕 才坦言家庭条件不好 担心冯娟会嫌弃 李志的父亲早逝 留下母亲一人抚养她和弟弟李元长大 李志成绩优秀 但由于家境贫困 母亲无法供两个孩子上学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李志也不例外 高中未毕业就辍学打工 用来补贴家用和公弟弟李元上学 然而 母亲却将李志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李元考上了大学 给母亲争得了荣誉 但她却嫌弃李志没有本事 只能做苦力 对她更是偏心 李元口才好 经常能哄得母亲开心 而李志却因为口才不佳 而备受冷落 每个月李志交出工资时 母亲也总是一副不满的样子 嫌弃她挣得太少 李志心中郁闷 担心冯娟知道实情后会离开她 冯娟心疼眼前这个男人 轻声说道 没关系 以后有我陪着你 李志的心结渐渐解开 她决定带冯娟回家 介绍给母亲认识 第一次见到秦玉兰 冯娟感到忐忑不安 她主动去厨房帮忙做饭 饭后还帮忙洗碗扫地 希望留下一个好印象 秦玉兰满脸笑容 夸赞李志眼光好 甚至说婚后让小两口和她住在一起 半年后 冯娟和李志结婚 搬到了婆家生活 另外半年 李元也顺利大学毕业 这样李志的经济压力 就会减轻不少 然而 就在李元毕业前一个月 秦玉兰找冯娟谈话 表示家里面积有限 只有一个小两居 李元回来没地方住 要求冯娟两口子搬出去 此时 冯娟已经怀孕两个月 为了给小叔子腾出地方 李志领着冯娟搬进了连租房 李志曾经抱怨婆婆偏心 但冯娟并没有深刻地感受 直到这次 他终于相信了 幸运的是 李志早已料到这一情况 提前申请了连租房 两人在菜市场租了一个摊位 李志每天早出晚归 辛勤工作 为了给冯娟和孩子一个家 而冯娟则每天在摊位上帮忙 日子一天天过去 冯娟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 秦玉兰只在医院瞥了一眼 便匆匆回去给李元做饭 月子期间冯娟的母亲白天照顾 李志晚上回去照看 直到冯娟出了月子 她带着孩子去了摊位 婚后 冯娟和李志的生活充满了柴米油盐的琐事 处处都离不开钱 虽然菜摊的生意不算好 也不算坏 但想要买房却总是觉得遥不可及 这让他们俩愁眉不展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据婆家的邻居李沈透露 在他们的菜摊上买菜的时候 他激动地告诉他们 婆家的房子将要拆迁 根据户口上的人数和房屋面积 可以分成三套两居室 李志立刻给婆婆打电话 希望能确认这个消息 是的 有这个传言 但还不太确定 婆婆含糊地回答道 对于冯娟和李志来说 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好消息 当他们儿子乐乐满一岁时 房子确实按照分配方案分了下来 一共三套 两人高兴地备上礼物 准备回家庆祝 但结果却出乎意料 尽管冯娟并不贪心 她心想 婆婆应该至少会给他们一套 能住就行 哪怕是最小的那一套 然而 婆婆却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们 她说分配方案已经确定 两套房子已经过户给了小儿子李源 另一套则是她的养老之所 妈 你为什么这样偏心 难道我不是你的儿子吗 李志愤怒地吼道 冯娟从来没有见过李志发火 你是大哥 应该让让弟弟 他马上就要结婚了 花钱的地方多呢 婆婆慢慢地说道 李源坐在沙发上 一言不发 最近她有了一个女朋友莫莉 得知她家分了三套房 而且还有两个兄弟 于是提出了硬性条件 必须要有两套房产登记 在她的名下 才愿意结婚 李源回到家 跟母亲提了一下 母亲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李源知道 母亲一直偏爱她 所以对此也觉得理所当然 在利益面前 李源早已忘记了李志为家庭所付出的一切 以及供她上学的恩情 李志摊坐在地上 冯娟知道现在再求也是无用的 于是下定决心拉起李志 抱着儿子走了 从那以后 李志变得异常沉默 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去菜市场 然后收摊去兼职送外卖 看到这样的李志 冯娟心疼不已 别担心 一切都会好的 我会让你们母子过上好日子的 李志安慰着冯娟 当儿子乐乐四岁的时候 李志得了一种严重的疾病 冯娟拿出她仅有的六万元 可是却无法挽回李志的生命 医生说是长期的抑郁和过度劳累造成的 那一刻 冯娟对秦玉兰 她的婆婆 充满了深深的恨意 试着一语 但活着的人还得继续生活下去 冯娟把儿子送回了她自己的家 她独自撑起了菜摊 过去的十四年里 冯娟坐在秦玉兰刚刚坐过的沙发上 擦干了眼泪 拨通了电话 乐乐 你奶奶要来了 她想要住在我们家 妈 妈 不要让她来我没有奶奶 乐乐愤怒地喊道 在孩子心中 家里的凄惨和悲剧是清晰可见的 冯娟听着电话嘟嘟的声音 默默无语 第二天打开门 冯娟看到秦玉兰蜷缩在门边 她心生怜悯 冯娟安顿好秦玉兰 便去市场开摊 整整一天 她都在思考着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最好的办法 她认为是跟小叔子夫妇好好谈谈 然而冯娟显然低估了事情的复杂性 通过电话 小叔子夫妇让冯娟别管闲事 有事自己解决 这让冯娟气得几乎要吐血 回到家 她对秦玉兰说 他们把你赶出来 你应该去告他们呢 秦玉兰叹了口气 居委会已经多次调解了 可都没用 人家一走 受苦的还是我 娟儿啊 妈对不起你们 天心了一帮白眼狼 已经太晚了 一切都太晚了 如果婆婆稍微公平一点 理智或许不会陷入长期的抑郁 也不会为了挣钱而拼命 也不至于身体垮掉 那样的话 她和乐乐也会过得很幸福 回顾过去十四年 一个寡妇拉着一个孩子的日子 只是一想就觉得心酸 对于秦玉兰 冯娟的恨已经在无尽的劳碌中 消散了不少 一个七十岁的老人 残留着怨恨又有何意义呢 但要求她继续照顾秦玉兰 冯娟自知做不到 秦玉兰的忏悔 来得太晚了 正如冯娟始终无法称呼她一生妈 即便称呼了 她也觉得对不起已经去世的李智 但是正因为李智 冯娟又不能置之不理秦玉兰 冯娟决定去找李智的弟弟夫妇 天已经亮了 太阳升得很高 冯娟感到有些昏昏欲睡 好久没熬到天亮了 过去的日子就像是度过了一生 她留下秦玉兰在家 独自前往李源家 这是一个真漂亮的小区 她叹了口气 当她敲开门时 门被茉莉打开了 茉莉穿着粉色丝绸睡袍 睡眼惺忪 嘴里不满地嘟囔着 是谁呀 是我 你的大嫂 冯娟一边进屋一边回答 她想起之前只见过茉莉三次 一次是商议婚事 一次是结婚 还有一次是茉莉女儿满月 冯娟心想 茉莉肯定早忘记她的模样了 大嫂 茉莉挑了挑眉帽 然后高声喊道 李源 出来 你嫂子来了 李源光着上身 穿着一条花钟裤走了出来 打着喝歉 眼镜还睁不大 你怎么来了 电话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 冯娟坐到沙发上 毫不拐弯抹角地说道 带走你妈 不然就给她分配一套房子 七十岁的老人 无家可归这样做像话吗 大嫂 这种事情你管不着 大哥虽然没了 但你也有照顾老人的义务 茉莉开口说 话里带着不知羞耻的态度 你也清楚 大哥已经不在了 这十几年来 你们谁关心过我们母子 当初为了房子的事情 李源 你亲口答应过 以后妈的养老事宜 你们负责 但现在老人年迈 无用之人 你们却将他赶了出来 你们良心何在 冯娟气愤地说 对着一对白眼狼 哎呀 大嫂 我可没说过这种话 李源狡辩道 嫂子 你也别多嘴了 妈我们就不打理了 人老了就是十多 整天唠叨 真是烦人 茉莉贪手说 冯娟叹了口气站起身 深深地瞪了两人一眼 然后离开了 李源夫妇已经下定决心 冯娟的劝说只是徒劳 她劝不了他们 但总会有人能够说服他们的 要不然还有法院可以诉诸 不是吗 冯娟时间有限 不能一直不出贪 毕竟还要筹措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 她想到了卖鱼的李大姐 前几个月找了媒体记者 曝光了她那不孝顺 不养父母的弟弟 之后 李大姐的弟弟表现得相当收敛 毕竟人都要面子 匆忙之间 冯娟找到了李大姐 请求她提供记者的联系方式 李大姐听到情况后 表示愿意帮忙 约好了地点 准备下午一同去找李源 门一开 依旧是茉莉 她见到冯娟 皱起了秀眉 又是你 茉莉刚开口 就看到冯娟身后跟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子 手持相机不停地拍摄 而且还高声呼喊 你是谁 李源 快出来 李源看到这情况 欲上前制止 但被那位男子出事的证件吓住了 不要冲动 我是来调解的记者 茉莉和李源气愤地盯着冯娟 不情愿地让他们进屋 情况我已经听冯姐说过了 不赡养老人是违法行为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 记者打破了沉默 茉莉眼睛一转 硬生生挤出两滴眼泪 委屈地说 你别听她胡说 她极度婆婆把房产都给了我们 教唆婆婆离家出走 想分我们的财产 十几年来 我们一直尽心尽力照顾老人 如今老人年迈耳朵软 竟然听了大嫂的挑唆 想夺我们的房产 冯娟感到胃里一阵翻腾 喉咙紧紧绷地几乎要窒息 她万没想到 茉莉竟然如此会演戏 声泪俱下地把她塑造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 茉莉 你说话还要凭良心吧 你觉得编造这些谎言 有人会相信吗 要不要我把妈叫过来 把居委会的人都请来 或者召集小区的居民来听听 冯娟义愤填膺的反击 看着茉莉脸色逐渐变得苍白 心中感到非常畅快 大嫂 求求你了 就算我去一逢营 但我们家里真的没地方可住了 我们只有两个房间 而且你侄女倩倩都十五岁了 得单独住一间 如果妈回来了 她住哪里呢 茉莉的态度突然转变 如果真有两套房 那么为什么不腾出一套给老人呢 记者顺势插了一句 一套房子已经让我父母住了 另一套是我哥哥一家的 而且这三套房都是在我的名下 我有权自由支配 茉莉说完 用眼神瞟了一眼李源 李源急忙点头 不断附和 对呀 房子是茉莉的 我没有发言权 冯娟和记者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 心里除了无奈 还是无奈 既然如此 我们不如去法庭见吧 冯娟已经看透了茉莉夫妇的阴险 多说无意 他们在记者面前要么演戏 要么装可怜 已经不顾及面子了 李源脸色有些动容 拉了拉茉莉的衣角 茉莉回了她一眼 然后定定地看向了冯娟 大嫂 请你再考虑考虑吧 一家人闹到法庭多难堪啊 冯娟微微一笑 那就接妈回来养老吧 茉莉夫妇的表情开始犹豫不定 客厅左侧的房门被推开 一个身穿绿色裙子的女孩子 头发扎成马尾 气冲冲地冲到茉莉面前 爸爸妈妈 你们太过分了 奶奶一手把我带大 你们谁来照顾我了 现在奶奶老了 你们竟然狠心地赶她走 还骗我说 奶奶去参加老年活动了 老了就没用了 就可以赶走吗 等你们老了 我也能把你们赶出去吗 这个女孩就是李倩 冯娟的侄女 她这时才意识到 今天是周六 孩子在家 茉莉慌乱地说 倩倩 这可不行 我们可是你的亲生父母 奶奶也是你们的亲生父母啊 倩倩坚决地反驳道 李源愤怒地说 一个小孩子 你懂什么 好 我不懂 倩倩一边说 一边走进房间 拖出一个箱子 奶奶在哪 我就在哪 我跟她流浪去 茉莉夫妇吓了一跳 赶紧起身去抢箱子 一家人乱作一团 冯娟想上前帮忙 却被罗记者拦住了 别管了 我们去把你奶奶接回来 李源无奈地喊道 那你们得给我写保证 保证以后对奶奶好 我会看着你们的你们 怎么对奶奶 我就怎么对你们 倩倩坚决地提出要求 看着茉莉夫妇 被压制的样子 冯娟的怒火慢慢平息 心里感叹着命运的玄妙 李源认真的拿起笔 写起了保证书 两人在上面签了字 倩倩小心翼翼地 把保证书折好 坐到冯娟身边轻声说道 大姨妈 您和哥哥辛苦了 她想代表父母表达歉意 但却不知从何说起 大人的世界对她来说还太陌生 这个原本和睦的家庭 却充满了算计 平时 父母总是流露出优越感 因为成功地争取到了奶奶的三套房产 而得意忘形 一家人跟着冯娟去接秦玉兰 秦玉兰对冯娟连连道谢 冯娟只是微微一笑 目送他们离开 冯娟相信 有倩倩在 秦玉兰的日子以后也不会太差 没有料到那对白眼狼夫妇 竟然养了一个善良的孩子 曾经 在夜深人静时 冯娟会怨天尤人 会充满怨恨 感慨命运的不公 但现在 她已经平静下来 十几年的苦难 也是人生的历练 在另一个城市 她也有一个懂事听话的孩子 她是她的坚强后盾 而她是她的铠甲 只是 受了她的影响 乐乐心中的怨恨太过深重 她一定会教导她放下 快乐的生活